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嘉诚1928年在广东潮州市出生 十几岁就离港定居 何悉父亲在他离港不久就过世 李嘉诚决定停学就业 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 日本人每日工作8个小时 但他就做足16个小时 令他短短两年就已经成为塑胶厂的总经理 之后又把握欧美对塑胶花的热潮 投入资源生产塑胶花 一年之内竟然赚到一千万 当时被行内人冠名为塑胶花大王 到60年代起 李嘉诚眼见地产市场潜力巨大 开始将工厂的资金投入地产市场 从此建立地产王国 李嘉诚总的被人的称为叫做李超人 所谓超人 其实就是指他的发挖商机的眼光 和投资的眼光独刀 他有潜尊性 1967年香港发生政治騷动 大量的公司和夫人抛售物业 形成到香港经济空前的低潮 在这个时候 李嘉诚大量扣入地皮物业 奠定到他的第一统金 冯邦燕专门从事香港经济研究 曾经写书《探讨香港国华之财团》 在他们眼中 香港经济能有今天的成就 成为国际化都会 李嘉诚有一定的贡献 就是他打破到香港经济 一百年来 由英资集团垄断的这种局面 开创到华商主导香港经济的新阶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他透过和记黄报推动到 业务的多元化和国际化 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到香港经济的多元化和国际化 华智财团在本港经济 是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李嘉诚的示板图也不断扩大 1979年 51岁的李嘉诚 成功收购和记黄报 成为第一位掌控独立英资洋行的华人 收购后 长实拿到黄报船奥地皮 发展地产 又进军国际码头港口业务 而他以7亿的长实资产 吞并当时市值62亿的黄黄 更是当年商场并购的空前创举 清晰把握战后香港经济政治 那个发展的态势 和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所以他往往能够在经济低潮的时候 扣入资产值高的这些公司 和黄一役显露了李嘉诚的投资眼光 起于1993年 他买入的一间英国流动电话公司 短短6年后转手卖出的ORANGE 令他大赚1180亿 更加令到全球哗然 这件事是很少请各位赖衣中 可以说是最高兴的一致 这个我相信对我们香港也有好处 1180亿是一个我自己也认为很大的一个数字 譬如说李嘉诚如果他当年他不是去到香港 他在潮州的话 那他绝对没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六七十年代九十年代 这个李嘉诚受到很多人的推崇 受到很多人的赞扬 受到很多人的学习 并不排除他今时今日 他仍然是香港商界的一个结出代表 他仍然他的很多经商的哲学 经商的理念 仍然是很多人借鉴学习的一个榜样 李嘉诚经常强调自己是香港的一分子 热爱香港 对香港的竞争力 香港人的前途都非常上心 面对在2000年前不断离港的新移民 和每当股市升到危险的水平 李嘉诚都会公开表达自己的关注 根本多些人来说工资亦都更大 最重要是香港人就业的机会 就是那个生活的水准不要再降低 是不是扣筹股票啊扣投机啊 来到呢能够维持香港的范围 这个绝对不会的 你要紫紫紫紫紫紫紫 有我们的条件来到竞争才行 投资的呢 在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应该是好时间呢 但是如果我认为要很小心的呢 真的是呢 是肺腑自然量力而为 李嘉诚曾经说过 一个有信用的人 比起一个没有信用 懒散 乱洗钱 不求上进的人 自必有更多的机会 这个准则也都适用于特首选举 选特首呢 第一个条件呢 你要爱国爱港 这个是一定的 这个是绝对 如果这两者欠一 都不一定是好的 你能够爱香港 能够带香港在经济 在盟生的发展更加好下去 各个能够开辟香港好的前途 但是最重要是 公正有信用 本港华资财团的特色是家族式经营 李嘉诚的事王国都不例外 面对国际管理哲学 强调透明度 广求合理分工 倡议分拆主席 和行政总裁职位 李嘉诚就有不同的看法 而我家族式公司 而有一个科学的管理 最好是中西合璧 局有所长 结果是不会差的 我是录像最好的 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 李嘉诚证实 祥和系内部曾经讨论 应不应该是遷册的问题 不过身为潮州人的他 始终对香港 他的法迹地情有独钟 经常将香港是他投资的首选 挂在后边 但你爱港如他 也曾经有心灰意难的一天 在1998年的平安夜前夕 李嘉诚突然宣布 放弃在本港 总值100亿元的投资计划 1997金融风暴 本港楼价大跌后 详实向有多次炒楼纪录的炒价 追收在嘉湖山庄美湖居 撤定的差价 引来部分政党猛烈评击 市场估计是引发李嘉诚 提出撤资言论的原因 当时的政务司司长陈芳安生 也亲自致电李嘉诚了解 而当时的行政长董建华 也开刊呼吁 国家要营造和谐社会 只是指一部分从政的人 不是指政府 政府完全 我这次到最后并没有指政府 我指的就是 你无端端经常被抹黑 你这样就不高兴 木秀于林 奉别翠志 行高于人 众别废志 李嘉诚作为本港首富 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 下一次回来再探讨 2005年5月 李嘉诚向港大医学院捐出10亿 打破大学历来的捐款纪录 很重要的一部分钱 是用在医学院的 所以用医学院的名义来 回经给李先生 大学会觉得是适合的 将医学院捐名为李嘉诚医学院 港大校友都联署抗议 事件闹到满城风雨 我不是太相信香港的所有的市民 会期望大学 是会在他的学名 学院的名义里面 放上一个价钱的 事前到如今 就不可以说我们收回了 当然 如果知道这样发生 就不会这么做 如果有人反对 而声音像现在这么强 我们一定会当时考虑 医学院明明风波 是不是好像部分人所揣测那样 是一场交易 不会有肯定的答案 在2008年 详实全年业绩法部会上 李嘉诚就说 自己做善事 目的并非是留名 不知 李嘉诚除了积极开拓 详实和和黄的版图外 亦花了不少的心血 在他称为第三个儿子的身上 即是在1980年成立 主力从事公益事业的 李嘉诚基金会 光子爱财 储之有道 但我不只储之有道 基金会至今已捐出 和承诺捐出的款项 超过121亿港元 案中教育和医疗的捐献 各佔超过四成 可见李嘉诚 十分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和健康问题 捐款的地区 亦以中国人社会为主 至今六成三捐到内地 两成六留在本港 一成一就远至美国 英国 印尼 和泰国等地 我的基金我当他大心的儿子 这个大心的儿子今天 是最有钱的 因为他没有负债 财士有钱 晚上四个小时他就得到钱了 所以我身为我自己的财产 即由我开始工作 一直到八十年代初 我随忠 都最多是今天的一个生活 2006年 李嘉诚在新加坡 获回福布施终身成就奖的时候 亦以我的第三个儿子为题 发表演讲 可见他对基金会的重视 但有一天 我如果是脑筋 比较迟断些少 我都不会退 我就基金我全体不去做 不会想着 有空去吊椅 或者打球 打球仍然继续 但不会把他列入 列入我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基金我全心全力想去做 身为潮州人的李嘉诚 在成功之后 都没有忘中忘本 在1981年 他撥出一亿港元 在汕头兴建大学 至今在这间大学的投资 已经超过36亿港元 由具体策划 工程设计 师资等方面都亲自过问 更加经常出席善大的活动 甚至与学生交流 在中国培养人才这方面 他发挥到一个很积极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 他亦作为香港华商 首先进入中国内地投资的一个大集团 冤献内地为及普罗百姓 就得到国家的肯定和赞扬 2007年的3月 李嘉诚获民政部颁发 中华慈善奖 终生名誉奖 去年9月 国家主席袁锦涛南下深圳 在深圳经济特区 成立30周年兴建之前 高调单独接见李嘉诚 李嘉诚在除后的典礼上 更获邀上台发言 是唯一在主席台发言的香港人 共谋发言 近年本港社会上 笼罩仇富情绪 李嘉诚都成为众词之敌 至于获得国家主席胡锦涛单独接见 亦都被增添了负面的诠释 对香港无愧 对国家无愧 对自己人家 自己是闻心无愧 其他太多东西 很多种事是胡说胡批评 很难说的 学者就相信 修复情绪 是社会经济转型当中 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 这十几年 香港经济面临到一个 经济结构转型 社会结构转型 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阶段里头 经济增长开始放慢 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 基层将商界矛盾尖锐化的时候 李嘉诚作为最大的财团 他自然的目标会集中在他 身家丰厚的李嘉诚成为众词之敌 就连他太太庄月明的墓地 也都引来责人一岁言 当然发生一些事不好 迟早会受到忽略的制裁 所有我家里的人 尤其我上一辈父母 所有的人 他们是健康的佛教徒 我太太都是这样 所以传络落众的时候 尸豪的首饰 甚至一个戴开的手标都没有入众 因为墓是留给下一代的 李嘉诚有两个儿子 他形容副家子弟有余温室植物 所以要经常磨练他们 令他们将来有能力应付打击或者逆境 他形容小儿子李泽佳 相当努力和极具创意 至于大儿子李泽巨就比他更加细心 生活以至消费都比他自己更加简单 由于放心给儿子接手工作 李嘉诚做在998年的年尾 已经退任长实董事总经理一职 由李泽巨接手 李泽巨接手 其实我现在也是做主席 其他公司我都照样打理 比如和机那边 所以都是这样做 少点工作 父子关系血浓于水 即使口说要磨练两个儿子 但一旦危机出现 李嘉诚爱子之心仍然是表露无为 2001年身为电信营科主席的李泽佳 被揭发在美国子丹福大学 没有拿到学位 当时身在日本的李泽佳 月阳承认 父亲李嘉诚也力撐 曾经被记者问到和儿子有没有争拗 李嘉诚作为慈父的感觉就更加强烈 李嘉诚这一生也曾经面对各种各样的逆境 父亲在他年少时骤然离世 塑胶厂都一度面临倒闭 但每次都能冲破障碍 成就今天戚测风云的亚洲首富 无论公众对他的评价是正是负 他都多次公开表明 对香港不离不弃的一份情 香港的前途是在全香港人的手 希望大家做到人更有情这四个字 我全心全力肯去做 我们也要做那个 我一定会做的 我共同一种心全力肯去做 我只能有一个小时 你能够做到的与点 我能够做到的事 我都能够做到的地方 我能够做到的地方 你能够做到的地方 我能够做到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們不是足球猛將 只是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熱愛踢球的香港人 但就曾經代表香港到外地 參加一個非一般的世界盃 無家者世界盃 這隊叫做儲光足球隊的球員 如何面對人生起跌 請留意下一集 香港白人